在1994年,一部新乌龙院让好少人偷射火了,好少人也演出八戒放屁很臭,所以大家都叫他臭屁丸。 当年他与是小龙两人的伙伴,着实铸就了一番经典,故然当时两个孩子纯真天真,并没有什么演技之说,但是靠着好少人的耍尖卖萌,还是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,当时的是小龙是很火了,在同行中算是大碗了。 表演看着两孩子在一起,演戏很搭,于是又让他们合作了几部戏,每一部戏都成就了经典。 好少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,好少人还和林志颖合作过,在电影里作为林志颖的弟弟,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帮林志颖聊妹子,可爱极了。 好少人在八岁之后,开始以新学业,很少在街戏拍,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 不过好少人这四年来赚的钱,也不是小数目,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富了。 本来好少人的生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毕竟起点曾经那么高了,不过在有钱之后,好少人的父母开始放大投资,没想到他们的贸易木花并不是那么好。 陪的是白金家业,乃至好少人的妈妈,曾为此患上惆怅症。 在好少人成年之后,家里的条件曾经变得并不那么好了,而为了帮补家里,在读书的时候,好少人就经常出外打工营利。 而且好少人在学业上进行的并不顺遂,大学的学位都没有拿到,也许是并没有志愿进行肖肝专件工作吧。 据爆料好少人大学毕业后,是小龙曾找他一起拍戏,无奈导演嫌他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,拒绝了是小龙的邀请。 如今是小龙事业爱情双丰收,很多网友对好招文的经历表示同情。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好招文,确实没有小时候可爱。 是小龙曾经也发烫,很多导演不愿意接他的戏。 后来是小龙减肥,愿了一身肌肉,又开始了演戏的生活。 现在的好招文,是为了保险费入东毛西靠的。 看来他在香港的生活,不是那么理想。 不仅让网友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啊, 而17岁的好招文已经淡出娱乐圈,勉强解决一下生活问题。 连对象还没有,他的成名作品不多不少, 但每一部都会对我们带来欢乐,很多网友调看好招文, 那个时候在北京买几套房子。 至于会成仅仅这么狼狈,你们有看过好招文的电影吗? 时隔这么多年小编都忘记了好招文演过什么电影了。 哎,喜剧同行,好招文和是小龙是前辈, 放在现在他们的电影窍房铺也不是问题吧。 感谢您的更招文